龚丽,一位备受国内外赞誉的电影女演员,曾与张艺某有着轰轰烈烈的爱情,她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,但却从未生育自己的孩子。 然而在一档节目中,她累撒承认了自己有一个儿子,并且已经隐瞒了30年。 这个神秘的儿子到底是谁?为何龚丽这么长时间才选择公开呢? 龚丽可以说是娱乐圈中毫无争议的第一人,她在国际上有着极高的声誉,被人们称为龚皇。 这个称号证明了她在全球电影阶的独特地位,她的成就和影响力也是国际章无法超越的。 作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的中国女演员,在《华人女星》中独一无二,独领风骚,提起龚丽,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电影行业的一位顶尖导演张艺谋。 优秀的女演员总是离不开有眼光的导演,而龚丽的出色演技也能让作品更加完美,张艺谋对她的影响正是如此深远。 在22岁那一年,她意外地必选中出演电影《红高粱》的女主角,这个机会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。 相信观众对电影《红高粱》中,龚丽挑担的镜头应该记忆犹新。 据说光是学习挑担这个动作,龚丽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,两个肩膀常常磨破皮,可见她对于演戏是下足了功夫, 而她的付出也没白费,在国际上也获得许多奖项,这些奖项也是她电影生涯的开端。 龚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,证明了什么事一开门就登上巅峰。 而她的第一段感情也是从这里开始,当时与已婚的张艺谋陷入热恋, 尽管张艺谋后来离婚了,但她从未想过要与龚丽结婚。 这伤套龚丽的心,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的爱情早已不再纯粹, 而是互相利用和依赖的合作伙伴关系,最终她只能忍痛与她分手。 而龚丽的第二段感情是和富商皇和祥,两人的感情并不像童话般甜蜜浪漫, 而更像是彼此尊重理解的朋友。 如今她与法国音乐家米歇尔的关系,展现出跨越年龄和文化差异, 用心感受对方情感与灵魂的特质。 因为对演艺事业的专注,龚丽曾经表达过不愿意生孩子的想法, 她表示自己不想要孩子,因为这样孩子出生后就会像没有妈妈一样, 然而恋人意外的是,龚丽自爆了一个惊人的秘密, 她竟然有一个儿子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 原来龚丽在拍摄电影《漂亮妈妈》时,结识了一位聋哑男孩,高信, 这个小男孩虽然听不到也说不了话,性格却非常开朗, 对于她的情况龚丽心生怜悯,并在电影拍摄结束后一直关注着她, 考虑到高信家境不富裕,龚丽决定收养她, 把她当作自己的干儿子,教她识字和言语,赞助她的学费, 给予她精心的关怀,尽管高信有一些天生的缺陷, 但在龚丽的帮助下,她勤奋学习并成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, 龚丽非常欣慰并且骄傲地说,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孩子, 当她第一次叫我妈妈时,那对我来说就像是天赐的礼物。 说完这些话,龚丽的眼中闪过一丝泪光, 她选择不公开这个事实,并不是因为她不自豪, 而是因为她想保护孩子,让她能够享有一个正常的童年, 拥有自己的生活,不受媒体的干扰和过多的压力。